万界圣子之地中的另一区域 这里也是有着两大势力 发生了激烈的摩擦变纳 做我的女人 保你在这个争夺战中 相安无事 一位男子 穿着一身洁净的白袍 长发用玉冠竖起 整个人散发出一股不染尘埃的气息 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甲板之上 如同一株雪莲 清雅淡然 而又高贵无双 她正是天机岛的神骄 天风一位最风流之人 只要被自己看上的女子 就会被惦记 想方设法地追到手得到手 而如今 这位潜坤岛的便娜 就是她的目标 你是有毛病吗 我可不是其他女子 不会那么好骗 所以 还是尽早打消这个念头吧 对于这位天机岛的天风 便娜毫不留情地回怼道 见到便娜那执意拒绝自己 天风倒也没有生气 反而诡异一笑道 好 我就喜欢有难度的 太轻易得到手的 反而不会被我珍惜 便娜 也是转身就离开此处 然而却被天风拦住 她的速度极快 一眨眼间 就出现在了便娜的身前 陈生道 既然如此 那么 我便用武力征服你 就凭你吗 显然便娜没有将这位 天机岛的天风放在眼里 毕竟 他们都是天海中的 两大超神势力 一直以来 他们双方势力 也都在明争暗斗 为的就是能够霸占 整片天海 因为在天海中 有着诸多沉淀后的 神愿之气 如果将整片天海 占为己有 那么 就能够激发出 沉淀后的神愿之气 到时 他们不管是哪一方 都能够获得 前所未有的突破 甚至挤入超神巅峰势力 也不为过本 就已经是不合的两大事 便娜怎么可能 会与天风在一起对 你我皆是个 自己势力的佼佼者 今日我将你击败 你就做我女人吧 如何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天风的表情 非常的有自信 仿佛已经将 眼前的这位便娜 拿捏得死死的不可能 要打便打便娜 直接一道果断的拒绝 身上的气息 也是在这一刻 隐隐的爆发 感受到了便娜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 如果真的要动起手来 也不是那么容易 将对方击败下一刻 他们二人的手中 出现了一刀一剑 散发出强大的神器力量 两人对峙着 身上的神员之气 猛然爆发 强大的气势洋溢而出 仿佛要撕裂一切 阻碍他们前进的力量 他们猛然出手 身影一闪 便是听到了两大神器 相互碰撞的声音 刀光剑影闪动 快速的攻击交织在了一起 他们的身法轻盈而灵动 神员之气 尽数灌入神器之中 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 波动他们的出招 极其之快 每一招都散发出 能够劈开任何物质 随着他们的激烈战斗 这片区域中 竟是只有刀光和剑影 因为他们的速度 已经快到看不到彼此的身影 这样恐怖的战斗 恐怕实力 也是达到了高阶天卫神碰碰 紧接着 天空中 又传来神器之间的摩擦碰撞之声 二人不管是攻击还是防御 都是做到了精准呜呜的攻守战斗 趋于白热化 两人早已陷入了疯狂的进攻和防御中 气势如虹 手中的神器 发出嗖嗖声 摩擦的余音 在空气中 留下一道道光晕 而这些光晕所过之处 寸草不生 山月震动 经过双方的激烈交手 上百招后 两人依旧是不分上下 最后一道轰鸣声乍响 两道身影倒退竖杖 最后稳住身影 凝视着对方 犹如两只狼在对峙 不肯退让 分好你的实力 果然强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但是 我说过 今日你必须成为我的女人 天风突然再次出生 她那沉重的声音中 带着不可言喻的玄傲之意下一刻 她的眼眸 突然发生了一丝变化 此刻仿若深渊 其中蕴含的玄傲之光 宛如夜空中最明亮的星辰 透射出一股不容小觑的 绝绝与锐意 这股力量 仿佛可以看穿 所有一切的动向 令人感到无比的震撼 接下来便让你瞧瞧 我们天际岛的独门秘书 天风的声音 强大的剑气 仿佛能刺穿一切虚妄 与阻挡体内的神渊之气 被她强大的气势所引动 形成一股肉眼可见的神力波纹 这些波纹 朝着四处扩散开来 手中的长剑之上 竟是隐隐间 有着剑光闪烁旋即 随着剑光闪烁间 便那美眸一眯 直接呐喊一声 挥舞出手中的一剑 剑光之气 如同飓风般横扫 竟直接将空间刺穿 裂开一道可不得虚空裂缝 那速度 也是一道强大超强剑法 然而 她的对手 双眼中的玄傲之光 更胜一筹 如同能洞悉自己 所有的动向轨迹一般 在便那的强大剑气 即将触及之前 天风的身形一晃 一眨眼间 幻化为一道残疑 诡异的避开了 这致命一击 便那的攻击 竟是扑了个空 这领她的柳眉一皱 刚刚这一招 来是自己的必杀技之一 只要施展出这一招 任何对手都得重伤 而现在 对方不仅没有重伤 反而以更快的反应 躲过了自己的攻击 这也是她的首次失手 这怎么可能 我的夺命一剑 竟然被躲过去了 一道难以置信的声音 在自己的心头上响起 双眼凝视着天风 后者此时也是笑盈盈的 看着自己怎么样 现在认输 然后做我的女 话还没说完 直接被变纳 那道剑银声打断 恐怖剑光 再次对着天风洞窜来 然而这一次 对方的剑光足足 有三道 这三道剑光的每一道剑光 都能够轻易的刺破空间 每一道剑光威力 都是爆发出 无比恐怖剑威 并且夺命三剑一出 那就算是同境界的对手 都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 锁定了对方 能够闪避的所有屈辱 就是要让对方 无法无法逃脱 乾坤岛的夺命三剑吗 如果换作之之前 天风倒是很惧怕这一招 可是如今 自己已经将天机术领悟 那么就算对方的攻势 有着绝对的夺命 那也无法将她扼杀 因为她的天机术 能够提前看穿 对方的神愿之气动向 所以 她也早已经做到了 一起的准备 在那千军一发之际 天风的眼眸 仿佛化作了深邃的星空 玄奥光芒在其中流转 宛如繁星点点 就在夺命三剑 即将贯穿她的身体之时 时间似乎凝固 三道剑影的速度 在她眼前变得缓慢至极 几乎停滞天风 身形如鬼魅般一闪 竟是在空间中 划出了一道扭曲的轨迹 瞬间出现在便娜的上空 她俯视着便娜 目光冷漠 强大的神迹 在掌心酝酿 凝聚成一团璀璨的光球 没有任何的迟疑 天风全力催动神迹 如同狂风暴雨般的攻击 铺天盖地的 朝便娜倾袭而下这一击 蕴含了天风所有的力量 其威力之大 足以撼动山河便娜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她脸色一白 身形猛的一顿 她从未想过 天风的实力会如此恐怖 竟然能够诡异地躲开了 自己拿夺命三剑的攻击 而且对方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发出了致命的反击 此刻她感到了一股窒息之感 在天风这道足以撼动山河的攻势面前 她的身躯 显了有些脆弱不堪周围的空气 因为强大力量的碰撞而震荡 仿佛连天地都在为这场对决 而颤抖 天风的攻击犹如天法 轰然落下 便那却在这绝望的一刻 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意志 奋力抵抗着 对方这道致命的一击夺命剑雨 便那双手如蝶偏仙 急速接触一道道神秘的印诀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古老 而深邃的力量她身前 符文如同活了过来 散发着射人心魄的气息 再次凝聚成三道夺命的剑光 破空而出 携带着死亡的呼啸 向敌人猛扑而去虚空中 剑光变幻莫测 化作一场璀璨无比的剑雨 仿佛要将天地都斩裂然而 对手的眼中 却透出一丝诡异的光芒 她仿佛预知了一切 身形如鬼魅般 飘忽不定 轻松躲过了便那的绝命 一击剑雨 依旧是刷刷刷的射入虚空之中 但是根本没有击中目标 然而天风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便那的面前 眼神冷漠 手中的神迹如同利刃 直指便那的咽喉 便那的瞳孔 也是在这一刻彻底的被放大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出现 难道今日 自己就要败在她的手中了吗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周围的景色突变 旋白色火海如怒潮般汹涌而至 瞬间将陷入危机的便那包裹而静淡 旋白色的火焰在她的周身 却并未伤她分毫 反而让她感受到了极度安全之感 而天风的神迹 自然也轰击在了旋白色的火海之上 可是在这股炙热的火海高温下 对方的神迹 似乎根本就没有一丝的作用 犹如是一掌拍打在浩瀚的大海中 掀不起任何的浪花来而后 火海之中一道黑袍身影 从深处缓缓走出 手中紧紧的握着一道火尺 一双眼睛之中 都冒着毁灭般的火芒天机倒的天机树 果然厉害 竟然能够在同境界之中 做到轻易的秒杀对方 看来参加万界圣子争夺战 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伴随着那道黑袍身影的出现 一道霸气无比的声音 也随之传出 带着看清楚 那道黑袍身影的精致五官时 便那脸上浮现出一道惊喜之色 萧炎 怎么是你 就连变娜自己都没有想过 萧炎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还救了自己 这可是争夺战啊 每一个人都是争夺战 为何对方还会救自己 一道无法解开的问题 在变娜的脑海中响起 刚刚好路过此地 便是看到 你被天机倒的这位神交出重手 我就随便出手了 萧炎的脸上挂着一丝微微笑容 给人一种非常洒脱之感 变娜也是一脸笑容 同时对萧炎也有了一丝好感 这男子年纪也就百岁 在这万界圣子争夺战中 还竟然有着这样的一面 真是极其的少见 但不管怎么样 见萧炎救了自己 变娜也是感谢起了 萧炎在二人客气之后 萧炎的柔和目光 立马变成了犀利目光 一道金芒迸发出来 对着天机倒的天风道 听说你很风流 只要见到一个漂亮女子 就会穷追不舍 甚至还会做出强硬的不轨之事 是霸文言 天风倒是一脸嘚瑟 立马道 没错 这些女子能够成为我的女人 是她们的荣幸 我让她们跪着 她们就不敢站起来 怎么 你也有这爱好 萧炎缓缓迈着步伐上前 然后低沉之声传出 我记得 当时你好像 对我的女人也有意思 要不今日 我便挖了你的眼睛吧 说到最后几个字时 显然语气加重了许多 因为当时在神灵城时 萧炎可是见到 这位天机倒的天风 好像对吴雪也有这意思 如今 吴雪已经是自己的女人 那么 作为她的男人 自然要算一算 敢打主意 在吴雪身上的垃圾东西 你说什么 挖我的眼睛 我怕是 你还没搞清楚状况吗 在我天机树面前 以你高阶天卫神的实力 可不是我的遁守 实相的话 现在跪下来丢道歉 然后 把你的女人献给我 我可饶你不死然 没想到这天风 竟然缓口出狂言 这下可让的萧炎 对此人产生了必杀之心 本来刚刚 只想教训一下对方 但对方如此出言不逊 那么自己 就无需客气了 真是该死的家伙这几个字中 蕴含着杀意之气 看来萧炎真的有些动怒了 立马身影一闪 不仅速度快 而且 还带着恐怖无比的雷霆之威 这速度 天风也是一乐 但很快 也调整了自己震惊情绪 立马催动自己的天机树 眼眸中 玄傲之光开始闪烁 同样的也观察到了 萧炎身上神渊之气的流动轨迹 看到了萧炎下一步 要对自己的右侧进攻